就算疫情严峻 还是很多人忍不住想要出门旅游 结果遭到旅宿业霸气回绝 花莲这一家民宿业者 他是之前接到了一张订单 进一步询问对方住宿的目的 不是为了洽工 而是要旅游 气得马上拒绝 对话曝光 老板的霸气回应 掀起网友赞赏 不少民宿业者也说 其实疫情期间 大家真的要尽量待在家里就好 如果说是要来旅游的 一概拒绝 全国三级警戒 民众非必要应该避免外出 但还是有人一心想着玩乐 花莲有民宿业者 日前就接到一起住宿订单 说是为了旅游要来入住 对话中可以看到 老板进一步询问旅客 是要来花莲洽工的吗 但民众回答是要旅游 老板立刻霸气回应 只接受应公入住的人 要对方自行取消订单 还不忘提醒他 三级警戒应该待在家 只是旅客似乎也不以为难 对话被PO上网 引发民众踏罚 现在还有人要出去旅游 就太夸张了 大家拼命的想要防堵疫情 却有少数人自私的 只顾着自己 不少网友也赞赏 老板的回应很优秀 疫情结束后 绝对要去好好捧场 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业者 不收游客 在宜蘭的民宿业 大概都已经停止营业了 而且在网路上大概都官房了 说要来旅游的 我们一概就拒绝 我觉得他的做法是对的 我也很赞成这种做法 大家应该共挺时间 然后减少人跟人的接触 疫情严峻 民众真的得共挺时间 免得造成防疫破口 借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